Hello,大家好,我是Steve 今天非常简单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市场的情况 一般我会弄一个spreadsheets,那个powerpoint 今天大家主要听我讲,我中间会穿插一些 首先今天美国的CPI出来了 通知了,它是9月初的8月份的报告 加拿大还得再等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才会出来 但是估计是不太好看 因为上一次出来之后,CPI是过热 主要是什么呢,transportation,原油 还有一个是recreation造成的 比如说destination,出去旅游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造成的 那现在呢,你9月份初8月份的9月份的旅游呢 说实话呢,它过了这个旅游的这个旺季呢 它可能会往下走这个数值 但是就目前来看,这块不会消停太多 但是呢,它可能不会比8月份 因为8月份初的是7月份 它可能不会比7月份上涨太多 但是呢,你指望它下降也比较困难 油价这个问题还是在这边 Shelter,房屋住宅的这一块的通胀还是很难下去 好,反正美国呢,现在是一个是能源 Energy,一个是房 这两块是还在继续往上走 还在继续往上走 核心通胀也比预计的要多了一点 预计呢,month over month是0.2 说来是0.3 估计加拿大的8月份也不会好看到哪去 然后呢,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的呢 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希望9月份其实要加息呢 当然了,这个如果大家要去看具体的,看我上一篇就好了 关于inflation 关于interest rate这块 美国呢,之前美国是在5%的时候停了一停 那个时候加拿大是决定停在4.5 差了0.5 现在呢,加拿大呢,暂时是停在了5 美国是在5.5 所以如果美国的通胀下不来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美国再加0.25% 对吧 25个基点,加拿大会不会跟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虽然这两国经济有一点不一样吧 但是呢,感觉加拿大一般美国再往上涨 它就会跟,这个是1 然后呢,如果通胀下不去,加拿大也会往上加 这是2 这两点大家要想好 另外呢,从整个房市来说呢 那天还有人问我,这个stovial的市场怎么样 stovial说实话我关注的不多 但是呢,看下来呢,stovial的市场 它离markham不远 但是它没有markham的特性 markham的特性非常有意思 非常不同 你去看现在的市场 包括多伦多,包括york region,richmond hill 抢offer的非常非常的少 然而markham现在又开始了 你去看,就有一大半 他又开始,哎,我要抢offer 那他能不能抢的那个价格是另外两说了 因为我跟我几个朋友聊下来呢 他们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抢offer的人有 但是怎么抢都抢不到卖家的心理价 有这么一个问题 利率决议出来之前,他们抢了一次 利率决议出来之后,他们又抢了一次 价格呢,上了5万块钱 差了几天上了5万块钱 但是还是没有到卖家的心理价 卖家的心比天高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总体而言呢,我觉得市场价格呢还是有所下降的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真的是非常关键 你说有没有到底啊 就我的研究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呢,有一部分人呢 他又决定,哎,我要我要到厂里面去了 对吧 这个包括9月份10月份 其实是一个交易的比较频繁的一个季节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 价格到底能不能下得来 宝说,我给我客人的建议呢 就是你下来了,到了位置了 你该买你就买 特别是有一些客人他有mortgage 比如说他的mortgage pre-approval到比如说200万吧 过了200万他买不了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这个点位买 那买完之后如果跌一点呢 风险也有限 他现在有没有到这个位置呢 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那有些人说啊 那他有可能就涨上去了 你涨上去再买嘛 对吧 因为现在往下走的这个风险 比往上走的这个可能性啊 大那么一点 大那么一点 现在呢 对于本地人来说 这话说的 对于本地人来说 你从COVID到现在 通胀那么严重 他们开始透支他们的信用卡 透支他们的line of credit 已经透支了一年多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不是越透支到后面越困难 所以现在虽然快接近于加息的终点了 但是现在大家都是非常困难 在这个时期 即使他开始缓慢的减息了 这个事情在明年年终之前 可能都不一定会发生 也不是说一下子我就活蹦乱跳了 就活过来了 房价就蹭蹭蹭往上涨了 这个事情不那么容易发生了 所以大家并不用去太着急 那对于卖价来说呢 看你用不用现在急着卖 如果你还扛得住 并且呢 要看你那个区 现在已经到什么价位了 说实话 9月初 虽然成交量上去了 虽然有些地方在抢 但是它的价格其实往下走 9月初 就我现在看到的 然后你去看多伦多 有一些我盯着的区 其实它是有价 价交在这 但是无事 没有人买 有这么一个问题 现在就这 好吧 所以呢 接下来大家要关注的是unemployment rate 9月初会出8月份的 这个反正9月10月的 然后是CPI 然后是rate 倒是不用担心太多 因为现在说实话 interest rate对市场的影响已经比较少了 你加0.25个百分点 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了 因为已经 现在prime rate已经在7%了 没有太大影响了 好吧 希望呢 大家都能把这阵子熬过去 不论是买家 不论是卖家 说实话这个情况对于买家卖家来说都不好 都非常烂 现在这个市场 好吧 就这样 如果任何问题 请随时给我消息 给我留言 我尽量回复大家 希望大家天天好心情 我们下次再见